一般在拉筋 還有所謂拉筋前的點穴 就是有效的穴位 可以讓你筋拉得更厲害 你先試就是說 我們站姿的體前彎 看看你最多 你能夠碰到地面大概是多少 對 差不多 指尖快碰到了 有開始緊了嗎 有 非常緊 好 那請一請住 楊凝犬在我們的膝蓋側邊 那其實我們點的不是楊凝犬 是楊凝犬旁邊的一條筋 那我們找到就是 對 好 這邊我們往上延伸 這裡有一個圓圓的骨頭 方宇這邊你可以自己摸一下 好 這圓圓的骨頭 下面這裡有一條肌腱 然後我們用我們的右手繞過來 然後拇指扣著 然後用右手的柿子 如果會痛要說 因為我不知道我的力氣對不對 對 在這邊有一條肌在撥的感覺 有 對 你會感覺說 好酸酸 還是痛嗎 其實好舒服 對 你會感覺好像在 彈一條什麼吉他還是什麼 對 對 這種感覺 然後這邊稍微輕輕地摸一摸 然後我們用我們的左手過來 那我就用右手繼續操作 然後換另外一隻腳 這邊 我這隻腳會麻耶 對 你的右腳比較緊 對 因為你這邊有氣節 你非常不同 你可能就是偏右側 對 所以我的這邊麻也比較大 對 然後我現在在撥的時候 它其實會一直通到下面去 對 所以我就覺得麻麻的 對 那你平常如果這樣撥的話 其實也會改善你這個狀態 好 那我們現在稍微撥了一下以後 來 現在你傾起來 好 然後你腳稍微中間距離一個拳頭 對 那你試試一下 對 你彎下去 對 你彎下去 不是 手會碰到地下 對 而且其實沒有感覺 怎麼會這樣 而且你還可以再下去 你並沒有很緊 我還可以肩架 還可以講話 手掌可以握到地上 對 為什麼啊 為什麼不會握個眼線就可以啊 你就幾乎都可以通 對 好 三芳妮這個姿勢 剛好就是我們大肌 被整個伸展開的姿勢 那肩伸展開剛剛講說 尾中這個屬於膝蓋 後面那個是一個 算是大的交流站 對 那左右兩側其實肥骨氣 它是兩側這樣包住我們的腳踝 所以剛剛盛姐 把那個肌腱做一個鬆解之後 它整個的延展度就更好了 對 所以我們只要變魔術喔 像我本來是這樣 然後點了一下以後 我就變這樣 為什麼啊 變手掌貼的 你太酷喔